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单 你把这个四季王打死之后 打死的瞬间呢 它就会在旁边出现一个 红色的这个次元裂痕的传送点 大家等一下看一下画面的左下角 就会看到了 这个王中午笑一点的 好 死了死了 有没有 现在人很多 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 有一个红色的这个传点 这个的话就是往这个次元裂缝 它有写前往活动地区的这个传送点 那么点一下之后就可以进去了 不过进去的时间呢 其实你也不用那么急 因为现在进去的话人一堆 你可以等晚一点 就是 因为它这个次元裂痕都还会在 所以我们晚一点进去也是可以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很早进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一堆人在跟你抢怪 那这些怪物呢 你只要打十只 就可以这个满足这一次的活动任务条件 但是如果你是远攻近战的话 基本上都要把那个礼帽关掉 你要剪东西的话就开剪东西 如果不剪东西的话呢 就把那个剪东西关掉 以打怪速度最快为优先这样子 那远攻的话会比较吃香一点 那右边的话还有三十几秒可以打 我们看一下地板上的这个三色硬币 看起来大概会掉三色硬币跟龙珠 还有这个一些小卷轴这样子 那三色硬币的话一次都掉十几个 这个数量其实还不少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里面 如果不想要挑战到最后一关的话呢 可以在这边剪 那这个打怪它会自动往后飞 飞到第二个吃元裂缝 或者是第三个 这个都是几率的 那远攻的话我觉得真的会比较吃香一点 那这种就是看运气 我们零秒了还没有被传送走 没关系再多搭几只这样子 这样子基本上都是运气运气 那有人已经从次元裂缝里面 开到能力戒指了 好那这样子的话 左边的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嘛 那每一只角色呢 一天只能减一次 那如果你这个完成任务之后呢 会拿到五个这个当周第三周的号码 就是S3 那如果说晚上这一场的话呢 请记得一定要换到另外一只角色 好啦 那么这一个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还没有解这个任务的话呢 请记得一定要 在达完试用之后呢 慢慢的等到这个 人 里面的人稍微散去一点之后 你再进去不急 一开始一定一大堆人 尤其是有些用外挂的 会有很多人 好啦那这个活动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活动参加顺利啊 那么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各位拜拜 我